國泰航空有一架班機 昨天從香港飛台北的時候 突然引擎起火了 緊急折返 而機上377位的旅客也飽受虛驚 其中歌手蔡芹 她也剛好在這架班機上 晚間11點多 300多位旅客終於抵達台灣 因為搭乘的國泰航空 從香港飛往台北途中 引擎突然起火 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歌手蔡芹也在這架班機上 她如果回頭回香港只有15分鐘 總要選一個安全為上 所以我們只是說 復速的代價是比較 時間被延遲一下 就是後機翼有煙飄出來 那時候我要上廁所的時候 聽說引擎有著火 這裡座位的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 右翼的引擎 最佳CX470班機 星期次下午5點45分 從香港起飛 不料隔了30分鐘 機長發現引擎突然起火 緊急折返香港維修 雖然旅客一切疲難 但是對於航空公司的處理態度 似乎不滿意 他們對於我們的所有情緒都不理不睬 正常只發了水 我們在機場從上海到台北 大概12個多小時吧 我們只吃了一個便當跟一個麵包 如此而已 這就是國泰 那有沒有同意給你們什麼樣的補償 沒有任何補償啊 國泰強調一切都合乎安全標準 另外也製贈餐券和折架券 希望旅客消消氣 至於引擎起火原因正進一步調查當中 明致會來國編投研機場採訪 報導 在此视訪